美豬美牛進口爭議不斷 為福部長陳時中進行滅火 對媒體點出之前 鎮峰處徹查彰化 讓他支持度91%跌到68% 未來面對美豬爭議 陳時中這麼自嘲 跌那麼多嗎 可能還會越來越多吧 其中爭議最大的美豬標示問題 到底怎麼標 民眾又可以怎麼一眼辨識出 美豬或台豬 陳時中訂出時間點 我們現在就直接安排 做一些示範區 不管是消費者意見或廠商 或是攤販各類的意見 我們可以安排下禮拜 要來陸陸續續推出 超市店自助餐安排示範區 還點名迪化街 不過像是泡麵等加工食品 又給怎麼做 民眾也很好奇 這裡面有很多 有些要從源頭管理 在源頭的標示把它做好 所以我說這事情很難 用單一的說明 跟大家講清楚 我們當然要標示清楚 總統訂掉進口美豬 衛福部被告知美豬 進口時間僅不到三週 車市中除了趕行程滅火 更扣勁一致挺中央 這個政策的行程 當然有一段時間 所以在決定的時間 當然最後是比較倉促一點 不過這決策很明快 那我們就根據剛才我講的 科學的證據跟國際的接軌 另外就加強查驗 然後我們要讓大家能夠放心 婚姻決策做得明快 但是美豬在三個月 最後要進到台灣 面對地方包圍中央 加上民眾質疑 還有養豬農大反彈 趁正掌控查驗開閥的衛福部 後續陳時中 還是得站上第一線 阻擋風艦浪頭 接著林文鵬至台報道